这绝对是我说书生涯讲过最困难的小说 没有质疑了 嗨 我是Neko乌喵 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 快点按下订阅哦 hello guys 我是Neko乌喵 欢迎回来我的说书时间 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 同时入选 欧巴马 比尔盖茨 欧普拉 三位名人的读书会 甚至做得自己坦诚 因为被欧普拉推荐 靠着版税 已经买下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了 比尔盖茨给的评价是 如果想找故事精彩又发人深省的小说 就是这一本了 在我正式开始阅读这本书之前 没有想过会被一个这么棒的爱情故事袭击 我的意思是爱情小说诶 在我心中的爱情小说形象 了不起就停留在目光之城 比较突破一点的就有葛雷的50道阴影 那甚至多了一些吸血鬼或是鞭打的元素 爱情小说终究脱离不了 拜托你不要离开我 的死循环理念 直到去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婚姻故事》之后 才留意到原来给大人看的爱情故事 可以这么有深度 今天这本《婚姻生活》 虽然故事架构在冤狱的背景之下 但我觉得冤狱这件事情 并不是这本书要谈的 所以第一眼看到欧巴马大大的评语 一场冤狱摧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人生 我真的很想说诶 男生看爱情小说是不是很不会抓重点啊 by the way 想看《冤狱的小说》 两年前我推荐过的另一本 真人真事认错 那本我觉得描写冤狱的部分 会比婚姻生活更完整 所以婚姻生活在聊什么呢 整体故事简单说 就是围绕在瑟雷莎 罗伊及罗伊的好友安德烈 这三个人身上 那是瑟雷莎和罗伊结婚后的一年半 罗伊很坚持带瑟雷莎回自己的家乡 和母亲跟继父共度周末 想要把自己的生平详细介绍给她知道 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婚前做的啦 可能外国人习惯比较不一样吧 总之 到此时她才跟自己的老婆坦白很多事情 包含她的父亲其实不是亲生的 两个人躺在小镇上 唯一一间破旧旅馆盖棉被吵架 顺便运动到天亮 就在此时 警方冲了进来 宣称昨晚有一名女子被强暴了 并且指认是罗伊干的 啊是哪强暴犯还会带着自己的老婆行凶呢 美国警方的逻辑真的是好棒棒啊 即便有证人可以帮罗伊作证 法庭还是判了罗伊12年的牢狱之灾 书中有句话这么说 对于黑人来说不是6就是12 6指的是台关的人数 12指的是陪审团的人数 其实我不是很确定这个故事的背景 发生在哪个年代 但是从没有DNA的验证技术看来 故事背景应该是设定在很久以前了 罗伊真的去坐牢 从一开始一连串呢 瑟雷莎和罗伊之间的书信往来 这些信件的内容 不断揭露一些真相 像是瑟雷莎的家境 其实比罗伊富裕很多 律师甚至是由瑟雷莎的叔叔担任的 瑟雷莎曾经怀孕过 因为罗伊在坐牢 所以拿掉了 显然是那个晚上 在这之间 罗伊的妈妈去世了 他心碎不已 拜托好友安德烈替自己去参加葬礼 并且担任其中一个台关人 好友当然义不容辞 安德烈不只是罗伊的大学同窗 还是瑟雷莎的青梅竹马 认真说介绍这两个人认识的还是他 所以当他看到他们步入礼堂的时候 他心中百感交织 一边是他对于瑟雷莎多年的情感无处安放 另一边是他对多年的好友礼 当应该献上祝福 总之当罗伊被抓进去关之前 他就一直担任着两个人的红粉知己 以及好兄弟 当罗伊被关进去之后 他当然义不容辞地陪在瑟雷莎身边 想当他的支柱 无论是出于朋友 或者是暗恋的立场 瑟雷莎当然不可能错过自己婆婆的葬礼 让他看到自己的公公伤心欲绝的样子 他才体认到 自己这些年来的婚姻有多么荒唐 婚姻这么多年 只有同一年半看见老公 其他的日子就是守活寡 假日还点到监狱去排队脱光生子 这很显然不是他要的日子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罗伊 你爸在你妈的葬礼上流露出真诚的夫妻之情 如果他可以 他真的会代替他入土为安 可是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30年 某方面来说他们是一起成长的 如果你妈没过世 他们也会一起老去 婚姻就应该是这样 而你我之间的不叫婚姻 婚姻不是只有心心相应 而是要生活在一起 而我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基本上也是这一段 想让我做说熟的 那接下来的故事 大家应该就猜得到了 安德烈一直待在瑟蕾莎身边 而且在瑟蕾莎创业的时候 安德烈一直无条件的帮忙他 甚至连寂寞的时候都在瑟蕾莎身边 即便跟罗伊的婚姻还没结束 瑟蕾莎还是动心了 当然 长辈们炸冰了 包含瑟莎的父亲 但是瑟蕾莎的母亲 无论如何都支持女儿的任何决定 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虽然我怀疑是因为 安德烈的各种条件都比罗伊好 无论是家事啊学历啊收入啊 更经典的是 原本应该是要关12年的罗伊 总算平反了案件 所以罗伊提早出狱了 当她出狱之后 发现自己工作没了母亲癌症 走了自己心中心念念的老婆大人 一直没有提出离婚 罗伊觉得这是个征兆吧 这个女人没有离婚 虽然她也没有去监狱看她 但是她持续会还给自己啊 如果你现在脑内出现 人生三大错觉 没错就是了 她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还喜欢我 故事到这里暂停一下 如果你是罗伊 你会追回你老婆吗 如果你是安德烈 你会在这个时候追求 自己爱恋多年的青梅竹马吗 如果你是瑟蕾莎 会遵守着婚姻关系等待罗伊 还是听从自己的情感 跟安德烈在一起呢 但事实上 罗伊并不是一个全然的完美老公 她偶尔会去吃吃野味 每次瑟蕾莎都暴跳如雷 罗伊总是说 他们只是过客 你才是我老婆 当罗伊出院的时候 她在镇上的酒吧 遇见了一个愿意用身体 安抚她身心的人 这个女人是动了真心了 但是罗伊还是依然坚持去见瑟蕾莎 这个故事走到最后 注定不可能有幸福快乐的画面 只能说有个相对好的安排吧 我想把故事的结局留到podcast里面 这样想看书的人还会有一点空间 万一不想看书的人 可以搜寻 五秒的备忘录 或者点影片下方关于的连结 也可以找到我的podcast哦 认真说这本小说 我看完之后感触良多 很像梗在喉间的鱼刺一样 我很难三言两语把它讲完 大部分的爱情小说 只会描述爱情最美好的部分 但这本小说 居然是利用不同人 不同视角 甚至是书信的方式 建立起每一个人之间的忌绑和情感营造 重点是他 没有吸血鬼 没有滚床单 甚至只有一场打斗戏 整本书跟白开水一样 但是越到后面会让人越无法自拔的 想要把故事看完 大部分的爱情故事 我们会谴责第三者 从来没有人愿意给小三一个说话的机会 或者不愿意听听看 那个出轨的人 为什么会选择背叛这一段情感 那他就算有婚姻两个字挡着 很多现实生活中难以做出的抉择 不站在对方的立场是很难体会那个决定的 很多时候就算是决定选择外遇的人 也有可能是受害者 那谁会愿意相信这件事 色雷莎不爱罗伊吗 那如果不爱了 怎么可能会忍受她这样时不时的出去烈焰 那至少我不行啦 一部分是卫生考量 所以在我眼里 色雷莎也是被害者 只是关着她的不是牢笼 而是那一句一辈子 很多人可能会在这个时候说 那色雷莎要跳入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之前 至少可以选择离婚吧 但其实我很了解色雷莎的立场跟想法 她就是不忍心伤害罗伊 但是也不想要亏待自己 对色雷莎来说 她很担心罗伊无法照顾自己 可以看到字里行间都是 她失去了这一切 这样对她不公平 可是在爱情里面 追求公平意料之外的 伤害超过两个以上的人 这些年来身份不明不白 对安德烈来说又公平吗 当然安德烈这么多年没有勇气 追求自己爱的女人 直到她最脆弱的时候才趁虚而入 这个我就真的没有办法 帮她说句公道话了 她真的是太为色雷莎着想 想过了头水才一直甘愿当个公平人吧 以前番局有人跟我告白 我怕伤害对方一律会说yes 最短的交往时间大概只有三天 重点是我到后来才知道 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尤其对我自己来说 事后分手更麻烦 真的不喜欢就不要说yes 也导致后来我很喜欢戴着戒指 因为这样可以省去很多被告白的麻烦 那很多人以为 婚姻可以保障爱情 或者一段关系的终点是婚姻 但这本故事验证了 婚姻除了结税以外 真的一点屁用都没有 她既没有办法帮爱情保鲜 也没有办法保证你跟另一半长相似手 甚至经营不善的话 婚后还有可能越来越不快乐 小S就是一个标准的 婚后依然保持跟老公热恋的例子 至少我记忆中她这样说过啦 很多人都说 在婚姻里要面对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酥茶 但这几个字形容日常生活 真的是太轻描淡写了 我想这本书会被这么多人推荐 就是因为她很真实的描写 爱情到婚姻中间的期待跟失落 接着从这些失落中体认到 这就是日常 这个故事不是要倡导自由或外遇 而是每一段关系的经历和体验 都能带来不同的成长跟体悟 带着这份智慧去面对下一段的关系 才是这本书最终想要讲的吧 最后除了喜欢我的影片 请用订阅代替掌声 或者帮我按个喜欢之外 也想跟你说婚姻生活真的很值得 每个想结婚或者已经结婚的人 好好看一看 心有余力 欢迎使用加入按钮 一个月75块钱支持我 继续在这里分享一本好书给你 我会非常感谢你的 我们就下一本说书时间再见咯 大家拜拜 大家应该可以体谅我这本书 我不能讲太多东西吧 一来我是怕讲太多 大家就没得看了 二来是我怕讲太多 我就出事了 太多了 谢谢大家